2020年11月 杨女士在京华富丽三江都会小区 买了一套56平方的房子 总价119万 当时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 支付了49万首付款 剩下的房款准备通过贷款支付 一年的11月12月份左右才去办案街的 办案街的时候他们给我查询 导致不动场登记查询出来 是说我没有名下就没有房场了 这个事情了 晚签好以后状态下面就是有房子的 杨女士提供了购房合同和不动产 登记信息查询记录 两份材料中身份证号和姓名对得上 那为什么会查询不到记录呢 他们开发商给我的解释是说 因为这个X弄错了 身份证号码的X弄错了 大小姐X问题 然后做错了 然后是我们测别案去改掉了 然后是因为那边房管局 那个预告那块是没有同步做掉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客户 后续去办案件找不到造房子 它是分预告和一个备案登记的 分两块 备案已经改过了 对 然后现在的话是需要客户本人去 一起去改的嘛 杨女士身份证号码的最后一位 是大写的X 销售人员介绍 最开始为杨女士办理购房登记时 她将大写X错误地登记成小写X了 之前公司发现了这个情况 也对网签备案合同进行了更改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预告登记的信息并没有更改成功 目前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 是杨女士和公司方面一起去做信息变更 杨女士表示之前是愿意去变更的 但前段时间销售发给她的一条消息 让她产生了退房的想法 您时间久的话 公司这边会给你发推告行 推告行发完不办理 就要收取违约金的 违约金收的不少的 我看到这条消息以后 我绝对只接受不了的 这个是不是 明明是他们的错 他为什么要收我违约金呢 现场销售主管介绍 销售发的这段话是想做一个提醒 公司方面没有要收取他违约金的意思 现在反正从头到尾呢 我们公司的上面的意见 都是没有要收您任何违约金的意思 只要需要我们互相去配合 才把自己办完 经过沟通 杨女士要求开发商承担 自己办理变更事项产生的路费 时间成本 董主管表示 会向公司方面进行申请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